首先上个礼拜我们把重点回顾一下 今天的话是第...已经很快了 今天是第四次第五次了 上个礼拜主要就是说我们就是做了几件 包含就是说资料的切割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边上课的重点是 不外乎就是把资料做什么 做合并 很多个资料 很多栏的资料合并在一栏 或者很多个工作表资料合并在同一个工作表 或者未来的话也可以很多个工作部 合并成一个工作部 或者是颠倒过来 也就是你可以合并也可以分割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分割吧 分割的方法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说你要怎么去分割资料 那这里的话当然我们上礼拜是举了一个例子 就用那个所谓的筛选功能 做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之前是做 我先把它签P是3 就是这个是资料总表 那总表如果说我们最早是按照什么 按照业务来做切割 那所以你需要怎么 把业务部分呢做移除重复 留下总共六个业务员 那你可以怎么 做一个批示的就把它分割出来 不过呢如果说你今天的需求 并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我只是按照那个业务 或者按照 当然产业别 产品都可以用通用方法 我的需求是什么 我希望能够这个地方筛选的时候 输入一个名字之后的话 它可以帮我单独产生 OK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从什么 从之前的那个分割里面去做修改 里面大概不外乎就几个动作 第一个 让它可以产生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Input Box嘛 对OK 那就是承设很简单 X等于Input Box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给它一个字串 叫做请输入业务名称 不过呢 这Input Box 它有个缺点 就只能输入一个 也就是如果你 假设你要查业务 而且又要查产业别的话 那里面呢 你要跳两次Input Box 所以如果说呢 假如说你的输入部分 查询的复杂度比较高的话 那也许 你就可以了 把这个东西 再另外用什么 用什么的制定表单 我们在论班有讲 你自己可以用的表单 表单部分的话 输入部分的话 这个就文字方块 看你要几个文字方块 那你就输入 不过相对起来的话 当然Input Box 简单太多 因为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可以取得 使用者可以输入的资料 OK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Input Box 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一种Input Box 前面加Application Application.input Box 跟这个Input Box 有什么差别 Application.input Box 它是可以限制说 使用者 这个地方呢 是输入文字 还是输入数字 OK 那Input Box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反正你输入文字 或者是数字 它都可以 那Application.input Box 后面都可以多个参数 可以让我们选择说 它只能输入文字 或者只能输入数字 如果它 假设你现在只能文字 它输入数字 它会帮你挡下来 有点 Application.input Box 多一个防呆 OK 这个也许可以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就输入一个资料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一个菜头好了 OK 那当然我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的需求是 能够帮我只把菜头的部分 帮我 所以要特别之后 输入嘛 然后这个值丢个X 那接下来就是 Add一个新的 所以Shift.add Add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还记得吧 那第一 Add 点Add 然后App什么 等于什么呢 Shift.com 的后面 帮我增加一个什么 新的工作表 然后名称叫什么呢 就把X 放在Name 点Name 等于名称叫做菜头 接下来的话 就是在利用什么 AutoFilter 有没有 这一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 点AutoFilter 应该还记得吧 AutoFilter 后面只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哪一栏 然后我的栏是在第三栏 然后呢 我的Quiteria 就是我的条件 就是什么呢 就是菜头 OK 就也是要把X带过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它Copy 到新的工作表里面去 OK 然后再切 再把这个筛选取消 就完成整个 诚实不多 诚实没几行 但是每一行 都很重要 OK 建议当然是不一定要背起来 可是 至少你要熟悉 将来的话 我们写好的程式 你可以拿来当样板 以后 做一个查询系统 就这样就建立起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以后套用一下 如果说你的查询系统 比较复杂 你就用表单 如果你比较简单 这样子就可以建立一个查询系统 所以 待会也许你可以换一个资料 你可以马上建立起来 那怎么建 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修改一下 记得要改哪些地方 OK 所以我们按菜头 按确定座的话 那这样子 他就可以帮我建立起来 不过呢 这边我们有房呆 上礼拜好像有一个房呆 房呆的机制就是 如果什么呢 如果他这个 如果他这个 这个 房呆部分的话呢 我们主要写了几个房呆 包含就是说 如果名称已经存在 或者没有填写 或者是 怎么样呢 查误资料的话 那做什么事情 我记得上礼拜是 最后两种房呆 最后第三种房呆还没写 有没有 所以哦 房呆一 是如果他没有填资料的话 比如说呢 他直接按确定的话 那我们 是要必须怎么把它挡下来 所以挡下来是一个 跳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什么 叫Messibox 有没有 msgbos 后面的话就给他怎么了 请务必输入资料 然后呢 前面有一个 xx这个就是 叫做 逗点 vbcritical 有没有 就是警告 xx 那再来按确定之后 记得哦 之前我们本来写的版本是 加一行去 叫 is sub is sub 就跳离 这个程序 就是 你就到这边就停下来 但是我讲过 可是 这样好像有点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输入的话 那 势必就是说 他必须还要再按一下 才能够继续输入 所以我后来有讲过一个方法 可以让层次转弯 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要让 vba里面 层次可以转 什么叫转弯呢 就是可以再让他跳到第一行 就是 跳到那个 那个x 等于infobalt那一行的话 诶 该怎么写 他有印象吗 这个蛮重要 因为未来 你如果说 不懂得让vba 或其他层次元 转弯的话 变成他又要再做一次 所以我们按确定 会发现 我这个应该就转弯 他要跳回去 所以哦 vba里面 如果让层次跳回到 我们某个位置 那你就记得 第一个 现在你要跳上去 那个位置 加一个标签 标签的话 就是比如说 我名称叫r1 r1 然后呢 你要跳的地方 就勾吐 勾吐后面加个r1 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跳回去了 这个程式是可以 在任何你要跳的位置 可以自由的 不过这个写法 可能要注意一下 怕说将来 你要逻辑是正确 否则的话 有时候可能 他跳的位置 跳不出来 那就完蛋了 程式就永久 无穷回圈了 所以像这里哦 他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输入 如果他不输 一直又不输入的话 他又会这样 又跳回去了 有没有 程式就不会出现 除非他一定要输入 OK 所以呢 我们如果 第一个 判断他什么 他 有没有输入 第二个房呆是 判断说 他的名称 是不是一样 如果菜头一样 又再输入一次菜头的话 那不对啊 如果菜头还是出再一次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工作的名称就会不能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几种做法 当然比较贴线的做法 我大概知道说 你要重新查 表示说 因为我们 主表单 有更新资料 那所以你是希望 把旧的删掉 然后呢 我再帮你查一个新的 再放回去 所以哦 所以这边 要防的ID 就是说 我先check一下 到底里面 有没有重复的工作名称 所以我就把工作表名称 一个一个抓出来 比对一下 如果有一样的话 那我就先把 那一个工作表 delete掉 OK delete掉之后 再重新查询 应该还一下 好 OK 防呆了 写法其实城市也没讲 也不会很重要 所以以后 这些东西 当然也许你一下记不起来 没关系 但至少你要找得到 比如说你将来有这种需求 你要是知道说 那一段城市在哪里 有点像拼装车 有点像堆积木一样 所以其实我会发现 软体也跟软体零件一样 它现在很多东西看得到 是一个一个零件做出来 所有东西现在都零件化了 零件一个一个把它兜起来 那其实软体也是一样 一个一个可以把它什么 可以把它全部凑在一起 但问题你要将来 你要找 你要找得到这个零件 不然说 你要自己重写的话 可能满花时间 最好自己可以把它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先删掉 又重新产生一个新的 OK 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防呆 什么防呆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什么 我们输入 假设AAA好了 随便输入一个 这个应该是 在业务里面没有的 没有的话应该怎么办 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防呆 它会变成 它一样会帮我查完 只是会跳查无资料 我这防呆加上去 应该是 像刚刚一样 查无资料跳出来 那就把刚刚建立的那个 把它删掉 否则的话 我刚刚如果防呆三枚加的话 那它一样会建立一个空的工作表 那问题是空的工作要干嘛 等于是都浪费这个空间而已 OK 所以第三个怎么做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礼拜的部分 先打开来 OK 画面先划给大家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防呆 该怎么玩 不过第三个防呆 难度 复杂度可能又比前面两个还要更困难一些一些 这些防呆的方式 其实怎么做比较合理 这个也都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但我一直强调 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有的时候其实看你要怎么去订阅这个程式比较顺手 还有你理解逻辑会比较顺 都是好的方法 其实这些方法也会揣摩很长一段时间了 当然如果你有想到更好的方法 或许你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都没有关系 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程式弄的逻辑 有时候习惯上不太一样 这都是可以再讨论的 这个当然如果你每个细节都有顾虑到的话 那以后你这个程式弄起来 就会相当的流畅 除非自己可以用之外 其实其他你用起来 等于有些觉得战不绝口 哇这个东西太好了 以后我们公司只要希望有个主表 一个大的资料 我希望快速产生查询系统的话 其实都可以逃用这个方法 OK 做完之后当然一起 第一阶段我们是单一栏位的单一条件查询 但如果说后面我们会有需要 多栏位的多条件查询的话 应该怎么去下这个条件 待会再看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查询系统 真的可以做到还蛮复杂的查询条件 也就是说你将来要做报表之前 你就可以很快把你要捞的资料赶快捞出来 不然以前的话你要捞的资料 弄半天最后还是在光处理这些资料就卡很久 如果你给一个很快的查询 马上去查 甚至后面报表要怎么去呈现 你可以用VBA把它写出来 这样其实就可以一条产线就马上建立起来 马上可以建立你要的一个报表的结果出来 不是很方便吗 老板要什么 也许你可以不用那么急的给他 因为你可以再确认一下 或者说再把产生的东西再了解一下 再给老板 这样也是好方法 那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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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